F4这一次合体出唱片 那么距离他们上次合作已经五年了 几个大男生这一回大大方方的谈感情事 F4终于回来了 三二一 受伤为台湾观光代言的F4 趁着推出新专辑 上一次四位成员一起合作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通常在五年前这四位拿到宝剑 应该会呛呛呛打来打去 可现在是成熟的男人 姐姐应该不会有冲动打来打去 那不会啦 为什么要造你的脚本造的 四人合体不容易 至少官方局花了八千万元 请他们代言 都没有这种四人一起出席的场面 而这五年时间各有各的绯闻 朱绍平突然激动拿起麦克风 澄清和灵溪美的恋情 大家压力大 会有一些妄想幻听这个 就是说我又默认啊又什么 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说过 我跟他真的只是好朋友 而且这样子写其实对女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这一说抢手记者会的风头 因为风头原本最剑的是染了一头红发的吴建豪 而往戏剧发展的暴龙严成旭 则是在感情上找了空白考证 看他们其他三个人都感情都还蛮稳定 自己就会觉得 而且其实我不喜欢过生日了 那好那我就不用帮你买生日的礼物了 用钱签订给我就好 自然难得相聚 暴龙和宅宅在台上 巧巧话不少 其他成员就显得生疏 但是歌迷朋友对他们的热情不变 光是这场发片记者会 跨海送花就可以感受得到 东山新闻综合报道